《大街小巷》 却很可能不知道美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对于鼻子的审美也同样如此 我们这一集的内容就是要告诉大家 怎样的鼻子可以称之美美 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美鼻自身各结构的比例 一 根据三平五眼的美丽标准 美骨是鼻底的长度应占脸长的三分之一 二 高光表现点的宽度 鼻背0.6厘米 鼻头0.8厘米 三 鼻根高度 瞳孔平面到鼻根6毫米 四 鼻尖高度 比鼻梁略高1至2毫米 五 鹅鼻角 135度 六 鼻背鼻小柱夹角 90度 七 鼻小柱上唇夹角为95度 八 鼻小柱应略低于鼻翼 一个完美的鼻子除了其自身的结构 要符合一定的美学标准外 更要看其与面部的搭配是否协调 请跟随这张图上来找到鼻子与面部的最佳比例 首先 鼻子的长度应该是面部长度的三分之一 宽度则应是面部宽度的五分之一 其次 鼻尖的高度与宽度要大致相同 长度最好与鼻尖高度保持约1比0.67的比率 除此之外 鼻孔还应该呈椭圆形 其大小约是鼻尖高度的三分之二 不忙的时候 你不妨对着镜子 用尺子量一下你的鼻部 它是否符合中国传统的美的定义呢 如果失之好理 就很可能差之千里哦 如果不想让一颗不漂亮的鼻子 影响了自己的整体形象 那就再来听听鼻整形专家刘彦军医生的建议吧 刘彦军 整形外科副主任医师 毕业于医科院整形外科医院 国内知名鼻部整形专家 精通各类鼻部整形手术 尤其在软骨移植鼻整形方面更为突出 其实作为鼻整形医生呢 知道这些美学标准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就是在术前要找出患者的鼻部基础 和这些美学标准的差距 第三步呢 是分析 通过怎样的手术操作能够改善这些差距 同时呢 也要分析出哪些是无法改善的 第四步就是和患者就术后的效果进行真诚的交流和沟通 一定要取得共识 最后我们才是按照目的去完成手术细节 每一步的操作及元期效果一定要遭到可控 沃尔 专注曾经二十年